欢迎继续收听长篇悬疑恐怖小说《摸金天师》 作者风尘散人 演播紫金 后期制作哲戟 喜欢本故事别忘了打赏以及订阅一下 当我再一次醒来的时候 发现自己已经在老村长家里 只感觉自己浑身上下无处不疼 尤其是胸口为止 稍微一呼吸就难受得要命 终于醒来了 醒来赶紧起床吧 就是胸口受了重心以后有些晕血 气血不润死不了的 这时候一道声音忽然传进我的耳朵 扭头一看 张金牙这伙就坐在我的身边 眼睛有些发红 一脸的疲惫 我脑袋浑浑沉沉的 浑身上下没有一点力气 还了好一劲 思维终于清晰了一些 这才从床上靠坐起来 问道 我睡多久了 两天两夜了 张金牙叹了口气 苦笑说道 要不然有清衣进山采药 配了一副理气活育的汤药 估计你两天多也未必能醒来 我使劲甩甩昏沉沉脑袋 就问道 清衣 清衣是谁啊 就是她救了我们 清衣也救我那个朋友 不过不是她救了你 她最多是帮了你治了一下伤 真要说救你 恐怕得好感谢一下黑子了 要不黑子的话 你小子早现在 给野兽当干粮去了 张金牙面色凝重说道 好了 快告诉我 那天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为什么你身上 会有那么重的湿气啊 哪天 静衣如潮水般 涌入我脑海之中 我渐渐回想起 那天发生的事情 似乎最后 当我倒下的最后一刻 挡在我面前的是一个女子 是她截住那笑面诗 要不然恐怕我不会活着 只不过 我只看到一个背影 现在干脆连她那天 穿的什么衣服都想不起来了 只是给我一种 莫名的熟悉感 那么她到底是谁呢 我思绪一阵纷乱 一边回忆 一边将那天在小溪边上 分开之后发生的事情 说了一遍 怪事 照你这么说 那天救下你的 应该是那女子了 张静衙猝眉思索 过了两久 才轻声一探 了不得呀 那笑面诗 敢在白日间出现 少说 怕人也得有数百年到好了 这女子能对付笑面诗 估计也是个高手 说到这里 张静衙拍拍我肩膀说 好了 你也别想了 那女子既然救了你 估计对你是没什么恶意的 以后 恐怕你们还有机会见面 到时候 一切自然就清楚了 至于那笑面诗的事情 你就别考虑了啊 回头呢 我让轻衣 给弄点强力的东西 一次性 把你身上尸气给拔除 这样 她就不会 时时刻刻威胁你的小命 这一次啊 我估计 是她眼看你身上尸气 被我拔掉了 这才着急下手的 这样最好了 我苦笑了一声 这一次能活下来 也真是命大 现在想想 都感觉有些后怕呢 这样的事情 我可不想再体会一次了 说起这个 我顿时想起张静衙说 黑子救我的事 当下我就问起 我昏迷之后发生的事情 还有 我是怎么回到村子里来的 这事啊 说起来 连我都被你小子捏把汗呢 张静衙咧咧嘴 跟我说道 那天呢 你不是在村长家门口 被那假扮我的笑免师 拖走了吗 那时候啊 黑子就在村长家院子里 隔着老远就闻出 你和那笑免师身上的味道 听周静说啊 那时候 黑子忽然一下发狂了 一头把院门撞开 往后山跑 拉都没拉住 只能赶紧跑过去 找我和青衣 不过因为一撞门 黑子身上 那天和二妞拼的时候 留的伤口全崩开了 血流了一路 我和青衣啊 是跟着血迹 找到你和黑子的 那时候 天都快黑了 你早就不省人事了 身边撂着四头狼的尸体 黑子啊 就是浑身是伤的 守着你的 我过去扶你的时候 差点被黑子给咬了 你是没见黑子那眼神呢 老吓人了 血红血红的 我估计啊 那天黑子找到你之后 恰好碰到里面的狼 为了不让你被狼叼走 黑子啊 在林子里 与那些狼厮杀起来 杀的血迹 全部出来了 谁碰你 就和谁拼命 我们安抚了半天 他才总算是 肯让我们把你带走 说到这些之后 张庆衙一脸感慨 显然那件事情 对他冲击力挺大的 不过 和他羡慕的样子 似乎有点眼红 我和黑子的关系 我心里说不出的感动 仅仅是听张庆衙 这么一说 我就能想象到 当时那场面 为了救我 黑子可是活生生 咬死四头狼 估计当时啊 他是直接和狼群 正面冲突 光想想 我就心疼得不行 两妈问他 黑子呢 现在他怎么样了 估计还在睡吧 受伤之后啊 轻易给他调配一些 撒在伤口的药 听轻易说啊 没什么大碍 几天功夫就没事了 不过这几天呢 因为药性的事情 他每天都特别试睡 清醒的时候啊 也就三四个小时 基本都蹲进门口了 张静衙叹了口气 苦笑说道 嗨 也不是让你小子 给那家伙下什么 迷魂汤了啊 现在估计那家伙 把你当主人 他娘的 这叫什么事啊 老子好歹养他这么大 亲手训练他的 到最后 反倒让你小子 给拐跑了 什么理啊 这是 哎 你天生啊 是人嫌狗巴爱的命 没招 听到黑子没事之后 我也放心不少 和张静衙开了一句玩笑 这才想起 我们第一次来这里的目的 联盟问张静衙 对了 一个户海定桃村的东西 解决没有啊 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啊 怎么也能 大白天就出来了 哎 已经解决了 张静衙 咋把咋把嘴 说 哎 不过是什么东西 到现在也弄不清楚 轻衣降服那个东西之后啊 这两天 一直在四下询问 也想弄明白 那是什么玩意儿 至于他敢在白天出现 我想和他有了道行有关 这些脏东西 一旦有道行的话 就已经不再惧怕阳光了 我本来还准备问一些 当时的情况来着 谁知这时候 房门正好被人 从外面推开了 张静衙那个穿着特别古怪 就跟古代人士的朋友 轻衣从外面走了进来 他看了我们两个一眼 然后说道 好了 你们不用好奇了 我问了很多朋友 终于弄明白 是什么东西了 他以前曾经出现过 叫白粉婆 白粉婆 我一愣 这东西我闻所未闻 当下不禁看向张金牙 只见这家伙 也是满脸一窝 很显然 他也不知道 这白粉婆 到底是个什么东西 轻衣进来之后 坐在一边的椅子上 看了我一眼之后 才悠悠说道 白粉婆 其实也是鬼物的一类 她们无一例外 生前 竟然对自己的相貌 增恨到极点的人 横色之后所画的 死后 就害那些长相美貌的 未婚少女 收起少女的脸皮 然后贴在自己脸上 让自己变得更美 因为白粉婆 怨恨憎恶自己的容貌 所以死后怨气和阴气 都集中在自己脸上 最后 她们的脸上 会形成一种白色粉末 这种粉末 对人体伤害极大 一旦涂抹到皮肤上之后 表皮和真皮 会与皮下组织自然分离 白粉婆 就用这种粉末 来取人的脸皮的 说到此处一顿 轻衣继续说道 因为形成条件太过苛刻了 所以这个东西是很少出现 据我所知 白粉婆第一次出现 是在公元985年的日本 出现的地方 就在花山天皇的后宫 花山天皇 我一听这个名字顿时就乐了 因为受整个家庭 氛围的熏陶 我对历史格外感兴趣 通读世界各国的历史 对这位日本的 花山天皇 也是有所了解的 这位的好色程度 在整个日本历史上 也是出了名的 她17岁登基那天 看到一个侍女长得漂亮 身段好 于是连晚上都不等了 于是她大厅广众之下 把那位侍女给啪啪了 轻衣看了一眼 在旁边独自偷乐的我 缓缓说道 第一个白粉婆 据说啊 就是一个被花山天皇 抛弃的女人 那个女人生得很善良 对花山天皇 也是一往情深 无奈花山天皇 对她没什么感情 在宠心过她一次之后 就彻底 把她忘在脑子后面 这个女人呢 寡居后宫 一天到晚 满脑子都想着 再见的花山天皇一面 可惜始终没能成功 于是 她就不断怀疑自己 是不是自己长得太丑了 所以一直得不到 花山天皇的感情呢 就这样 这个女人呢 欲寡欢而死 死后化为白粉婆 害死了 花山天皇 最爱的一个女子 同时割掉 那个女子的脸皮 花山天皇 因为那女子的死 最终剃度为僧 我听候不禁咋舌 这脏东西 还真是五花八门呢 无奇不有 当下忍不住说道 现在的社会 还能出白粉婆呀 如果对自己 长相不满意的话 完全可以去韩国 整容啊 定个胸 龙个鼻什么的 最后 保准连亲妈都认不出来 何必怨恨自己容貌 最后想不开呢 这也是 我想不明白的地方啊 除非是 对自己容貌 深恶痛绝 导致怨念极深 否则不可能形成白粉婆 要不然这东西 也不会如此稀少 星衣摇里摇头说 算了 这事咱们一问 那白粉婆 自然就知道了 我听候不禁瞪大眼睛 听轻衣的意思 这白粉婆 现在还没有送走呢 您刚才听到的是 长篇恐怖悬疑小说 《摸金天师》 有名《活人回避》 想听到更多有声故事 请关注新浪微博 喜马拉雅账号 以及微信公众平台 有声的紫金